印度王室的生活有多奢华 13岁,坐拥60亿家产 400名仆人轮番伺候 每天一睁眼就为钱所困 money多到花不完 眼前这个男人名叫帕德玛纳布·辛格 出生于1998年 母亲是摘普尔王室唯一的公主 当年恋爱脑上头 年轻气盛十分叛逆 千里迢迢跑到英国学习艺术 回来后和管家兼司机相恋生子 按照印度的种姓制度 加王位继承权规定 辛格并不具备王位的资格 奈何摘普尔王室情况特殊 除了他以外 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于是辛格打小就被当做继承人培养 从幼年起就送往寄宿学校 培养独立自主性 每天最大的苦恼就是 刚在学校过几天普通人的生活 一到周末就要被400个仆人前仆后拥 每个月皇家裁缝还会上门服务 两体剪裁定制服装 衣服多到穿不完 想想都头大的 为了让辛格合理继承遗产 五岁时 外祖父将其过继到自己名下 外孙成了继子 简小继承阻力 2011年外祖父去世 13岁的辛格成了摘普尔王室的国王 同时继承的还有价值8.5亿美道的遗产 说是王室 其实严格来说算是土皇帝 在1876年至1947年之间 英国君主是英属印度的最高统治者 由于饼之大 自己一个人吃不下 英殖民便想出了我掌舵 你管理的办法 一来二去就有了归顺英国王室的土皇帝们 到了1950年 印度建立共和国宣布废除王室 各个地区的土帮王室一概不认 但不承认归不承认 土皇帝的实力摆在那儿呢 尤其在国王之地拉贾斯坦邦 王宫们的声望可以说是丝毫未减 虽无实权 但人家有大批的土地 建筑财富和影响力 十座宫殿打底 家里全是古董豪车 出门巡游 人满为患 当然 想离王子近点也不是不可能 只要花一百美刀 你就能在巡游时坐到王子身后的车上 体会万众瞩目的感受 印度王室千千万 要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 还是摘普尔王室这一支 长大后 辛格曾到英国 意大利等国留学 有事没事就打打马球 足球 高尔夫 到国际各大奢侈品牌走秀 拍拍封面 总身价据估计超过28亿美刀 2013年 母亲迪亚公主 成立了一家基金会 关注印度女性权益 未被压榨的女性发声 母亲言传身教 辛格深受影响 2020年 她决定将自己的宫殿 丰之宫的其中一间套房出租出去 每晚9000美刀 面向全世界开放 出租所得的费用 全部捐给基金会 丰之宫 俗称粉色之城 建于1727年 整座墙上共有953个窗户 是印度保存最完好的名胜古迹之一 丹安娜王妃 肯尼迪夫人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都曾入住 到此一游 赞不绝口 别看她外观粉色少女心 内里更十分有料 装修奢华 色彩名利 许多人花钱只能看一眼 根本没有住进去的资格 辛格大胆创新 勇敢出租 为了成为一位合格的房东 让顾客体验到 真正的印度王室生活 她十分贴心的 为每位客人配备了私人管家 专车接送 全方位360度 无死角服务 套房里不仅包含了客厅 卧室和厨房 还有豪华卫生间 超big泳池 宫阵顶部 镶嵌着华丽的水晶吊灯 在这里 你可以站在露台上看到 印度最古老的山脉 阿拉瓦利斯山脉 可以吃到印度 最原汁原味的传统美食 可以在私人游泳池里 无限畅游 还可以在王宫花园里 喝下午茶 和王子来个奇妙的邂逅 除了帕德玛纳布 兴格 印度还有一位王子 达纳杰兴格 25岁 作为西姆塞尔王位的继承人 他的婚礼可以说是与众不同 面向全球 为期7天 婚礼整体预算 预计在10万每到 由印度最牛肠的厨师 烹饪餐食 世界顶级策划师设计 当地村民打下手 为了表示感谢 王室会在村子里 准备3万份食物 第一天 厂子枝改 村民络绎不绝 所有来访者 都必须触摸王宫的脚 并供上少量的money 表示尊重和服从 隔天 世界各地的宾客 陆续赶到 在这400名贵宾中 只有少数幸运儿 会住在宫殿 其余大部分客人 都窝在沙漠 第三天 接待区的地面上 铺满了数百份鹤鲤 从钢果 传家宝 到金银首饰 一应俱全 在过去 国王会派人骑马 迎接新娘 在现代化的今天 王室与时俱进 将马换成了大巴 新婚前夜 男士乘坐六小时的空调大巴 前往几百公里外的 新娘居住的宫殿 妇女们则留在家里开派对 第七天 婚礼达到高潮 王子骑上粉色指甲的大象 寻找祖母亲自挑选 自己从未见过的 同血族妻子 新娘从头到脚 蒙着面纱 缓缓走来 两人之间被一块 布曼隔开 靠家伙 一整个金碧辉煌 差点刺下我的 24K黄金大盐 持续七天的仪式结束 新娘被正式 托付给王子 夫妻俩一起回到 金碧辉煌的宫殿 开启新的人生 啊 投胎真是门技术 年纪晶晶就没了梦想 啥也别说了 今天喝酸奶不舔瓶杆呢 希望我下次哭 是因为钱多得花不完